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四位点评老师 首先欢迎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葛刚岩教授 欢迎您 一场秋雨一场寒 希望小朋友们在读书之余要注意保暖了 好贴心的葛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本节目的定海神针 长青哥哥 欢迎您 生活和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但是我们只要做到努力向上 永不松懈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看我们的同声朗朗 好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特别喜欢的莎娜姐姐 欢迎您 我觉得同声朗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节目 包括我儿子也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她也从此立下的志向 说再长大一点就会想要来到同声朗朗 好 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 詹泽老师 欢迎您 詹泽老师 你看咱们这个武汉现在是一个最快乐 最幸福 最舒适的城市 是 而且好吃的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来到同声朗朗 来到武汉 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件事儿了嘛 再次欢迎四位点评嘉宾 欢迎你们 首先通过第一条短片来认识今天的少年朗读者 我有一个梦 就是快快长大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因为我身边就有一棵大树 给我依靠的大树 我今天来到同声朗朗 想让自己在这里学到更多 成长更快 成为妈妈的大树 掌声有请少年朗读者徐生思 有请 主持人姐姐好 你好 天尾老师们好 我叫徐生思 今年七岁了 来自仲家村切宿学校 欢迎你 生思 那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 先生夺人 先生夺人 小朋友带着自己的拿手朗诵片幕 现场进行朗诵考验 如果获得的小红花少于十朵 小朋友将止步于此环节 你准备朗诵什么片幕呢 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妈妈是棵大树 好 把舞台交给你 妈妈是棵大树 我是树上的小鸟 每天在妈妈的身边 花花的又蹦又跳 热了 妈妈给我绿 嗯 绿叶小小催眠小吊 冷了 妈妈把我搂紧 雪花 捕出春的歌谣 啊 妈妈 将来不论飞到哪里 我都不会忘记这翠绿的灵烧 您是一片卧土 而我是您土地里的一棵小苗 我土把我滋养 让我一天天长高 妈妈是您的爱 给我生命一片翠绿 给我人生的田野 一个成熟的欢笑 谢谢大家 谢谢生思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朗诵 你们能告诉大家 为什么选择在先生夺人的环节 为我们带来 妈妈是大树的表演呢 妈妈是我最爱的人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为了表示我对妈妈的爱 那接下来我们四位老师 会为你第一环节的表现 送出小红花了 你可以做到胜不骄 败不哪吗 可以 但我不想败不哪 那我们看看 一会儿四位老师 会给出你多少朵小红花 好不好 有请 三 好 十一 十一 十一朵小红花 所以我们要恭喜生思 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你看笑得多灿烂 对 今天确实不需要做到 对 败不哪 它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你看它真的还是小活牙子 然后刚才读的时候 说实话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 所以常见德给了三朵小红花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你看它瘦瘦小小的 但它能量很大 土司归因也很标准 它在舞台上 它也是在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挺有感染力的 挺好的 谢谢贾老师 那生思你顺利通过了第一关 马上要进入到第二关 同声说同心的环节了 你在这一环节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母与子 那还是你一个人朗诵吗 不是 我的妈妈也要上场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生思的妈妈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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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作为男生的妈妈 有的时候很无力的 因为男孩子太调皮了 真的是你 那个时候就是爱她的时候 她是天使的时候 哎呦我就好可爱 但她调皮的时候 然后就努力说 我生的我生的 所以你有调皮 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吗 有 我写字写的鸡飞狗跳的时候 妈妈会骂我 有时候我把我弟弟玩哭了 妈妈也会骂我 你能学一下妈妈骂你是怎么骂你的吗 对啊 我看一看 你妈厉害还是我厉害 妈妈一般都是 直接拽我板凳先踢一脚 什么踢 拽你的板凳 踢一脚 你这样你就假装这个时候 妈妈是生思 你是妈妈 对 给我们场景还原一下 两个人角色对调一下 这个时候写字没写好 看看你 妈妈平时是怎么对你的 就去玩 妈妈 妈妈就去玩 这就说明 妈妈可能平时还真的是 妈妈就要以大欺小 你知道吗 生思 当你妈妈朝你发火的时候 你说说你当时的感受吧 感觉我妈妈 从我最喜欢的妈妈 变成了一个大怪兽 我现在特别的好奇 生思的妈妈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心情 因为你看 开始一上来对吧 和孩子两个人告诉我 分享家里的特别有趣的事情 秀幸福对吧 结果突然话锋一转 开始儿子吐槽自己了 对生思的妈妈 您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挺自责的 其实我每次批评完他了以后 其实我的内心 其实比他还要难受 是的 我特别理解 因为孩子他有时候 他可能是男孩子 他特别特别的调皮 然后呢 他可以在家里 就是那个作业 可能每一个妈妈都会感受得到 就是作业 做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他只写了三个字 那个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再那么那么耐心地 给他再去说 然后我又不能打他 然后 所以就 所以就替他 但是其实 我是内心是很难受的 是的 孩子在这个阶段 确实是调皮 但是妈妈在这个时候 有情绪也是特别正常的 我有的时候呢 就跟孩子发满脾气 我会失眠 就一夜都睡不着觉 因为就是特别的内疚和自责 他们家还俩儿子 我的天哪 所以妈妈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 大的闹 玩小的闹 你想这哥俩在一起合起伙来闹 姐妈怎么受得了啊 谢谢夏娜姐姐 我相信刚刚夏娜姐姐的分享 一定是说到了 生死妈妈的心理 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妈妈的这种焦躁 是乘以二的 但是我相信可能大多数时候 是幸福乘以二的 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 送给生死的妈妈 也请妈妈坐到台下 我们一起来见证 生死一会儿会收获 多少朵小红花 你的妈妈的语言能力非常强 所以她无形之中 潜移默化 传递给了你这些优势的条件 老师呢 要送给你 以及你的妈妈 四朵小红花 好 谢谢詹老师 我要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希望你一家人开心快乐 长青哥哥要给你送出 四朵小红花 好 谢谢长青哥哥 我相信 打算 rescat 要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下一位少年朗读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西柳州的谭景文 今年六岁了 因为我的爸爸长期在外地工作 所以从小到大都是妈妈陪伴我的时间最多 所以我最喜欢的人是妈妈 我妈妈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 我今天就想把我的妈妈介绍给大家 讲声有请来自广西柳州的少年朗读者谭景文 欢迎你 可爱啊 看大大的眼睛会说话对吧 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谭景文 今年六岁了 那你马上要开始挑战了 你对今天的自己有信心吗 有 我相信自己一定能 闯关成功 好 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先生夺人的环节 祝你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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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impacts mier 有 还有 嗯 так 有 我眼中你是永远的怀抱 我的表演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景文的老宋 那你今天为什么选择在第一个环节 为我们朗诵冰心先生的母亲啊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妈妈陪伴我的时间最多 所以我想把这首诗送给妈妈 送给所有的母亲 哦 和妈妈的感情特别深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四位老师 为景文第一环节的表现送出小红花 谁 景文 你能告诉姐姐你在第一环节收获了多少朵小红花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只要十了就够了就可以了 你刚刚在第一环节一共收获了十二朵小红花 你高兴吗 高兴 高兴 她在台上呢 我觉得她有点小紧张 但是她一旦进入到她的作品里的时候 眼睛放亮了 她的呼吸状态告诉我她内心是激动的 内心的情感是饱满的 这么小小年龄是不容易的 完成得非常好 我觉得一个广西的小朋友六岁啊 能够把自己咬成这样 而且每个字读的都很饱满 而且没让人感觉特别的生硬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就给了三朵小红花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第二关 同声说同心 你在这个环节会为我们准备怎样的惊喜呢 我想和妈妈来个吐槽 好 那么掌声有请 韩景文的妈妈 欢迎您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看了您这里有一个小 这是个小纯丁 因为我们是云南的紧坡族 像女生的话 出生第七天就开始打耳洞了 这个呢 一般都是从成年以后打的会多一些 那接下来要和女儿一起完成一段老诵了 怎么样 你准备好了吗 景文 准备好了 好 那把舞台交给您和妈妈 大家好 我今天想给大家说一下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 那就是爱玩手机 每天除了工作和睡觉以外 其他时间都是手机不理一手 就想这样 其实我这个女儿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她吃饭太慢了 几乎平时大家都已经吃饱了 我把碗洗干净还把厨房都整理好了 她还是没有吃完 而且我每次给她盛的饭都特别的少 喜加慢烟消化好呀 我妈妈理解不了我们10号的想法 现在我就来说一串我妈妈的缺点 那就是她非常喜欢熬夜 虽然马午夜草不肥 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熬夜后就会喜欢吃宵夜 因为每天睡得太晚 所以她每天早上都会睡懒觉 很晚很晚撒起糖 像头猪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我爸爸说她缺点 那就是她非常爱买东西 买个类生活用品 买很多的衣服 还有包包 还有护肤品 很多都放得过期了 都还没用完 刚才我才说了她一个缺点 她后面说了我一串的缺点 其实让我吐槽 我这个女人还真是有点不敢 因为她平时有点小霸道 就比如平时她跟她的哥哥 或者是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玩 游戏规则都是她来定 别人如果稍微有点不听 她会有点不高兴 还有就是她非常的有主见 比如穿衣服 她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比如我不让她穿 她就会闹脾气 平时还好 可是大冬天的 她也要穿薄薄的衣服 所以就会导致迟到啊 所以我只能悄悄地告诉大家 我这个女儿在家 有时候还真是能管得住我 我没有要吐槽的了 我也吐槽完毕了 谢谢大家 我先说一下 我第一感受 妈妈你别不高兴啊 我觉得景文 比您表现得好好的 我也想说 景文的普通话要比妈妈好 就是妈妈你知道吗 你上台拖了景文的后腿 妈妈的普通话里面 还是带了一点点当地的方言 对 但是我听景文吐槽完妈妈之后啊 我发现这妈跟我差不多 她说妈妈这个爱买东西啊 你们刷手机啊 玩睡觉啊 一看 我们好像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实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 我们也放下手机 不看手机 这样的话 孩子他耳濡目染 他就会也慢慢地远离 这样的电子产品 我现在真的是意识到 我的这些生活习惯 其实的小孩是影响比较大的 等我回去 妈妈一定会改的 嗯 真好 景文刚才给妈妈 吐了一大堆的草 妈妈身上有哪些优点 可以说说吗 我妈妈身上的优点呢 就是做饭好吃 有娱乐精神 爱运动 爱打扫房间 做任何事情 听到有仪式感 哦 不错 爸爸我想也不能光看到他身上的缺点 你能不能说到他身上的优点 首先他是一个比较民事理 不会无理取闹的一个孩子 就比如我带他出去逛街 我跟他说好玩具只能买一样 他不会再吵着要另外的 那如果他同时发现有两三个 他喜欢的会怎么处理呢 他会说哎妈妈这个等我表现好一点了 我再过来买这个可以吗 他说我会努力的 其实现在已经知道 就是听妈妈的话 而且特别懂事 不任性 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 那他身上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优点 你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他就是自理能力算是比较好的 我记得从三岁左右 比如穿衣服还有洗澡 他都可以自己来 现在六岁了嘛 然后现在吹头发洗头发 都是他自己来搞定的 自己洗头发吹头发 不需要妈妈帮忙吗 不用 他不让我进去的 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这跟妈妈平时的一些引导 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啊 刚刚妈妈上来介绍嘛 说你们都是少数民族 紧坡族的 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少数民族的民俗 我想为大家唱一首我们民族的歌曲 那就请妈妈和景文一起为我们展示 紧坡族的风采 来 谢谢 来 谢谢 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来认识下一位少年老读者 床前明月光 一是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 我叫郭德纲 哎 错了错了 是我爱郭德纲 大家好 我是小月月 你们可别搞混了 我不是德约社的小月月 我是来自长青第一小学的小月月 那让我们同声朗朗见咯 掌声有请来自武汉的少年朗读者 郑希月 有请 各位评委老师 还有主持人 大家好 我叫郑希月 我来自长青实验小学 今年八岁了 欢迎你 你穿的是个什么样 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打扮呀 这感觉像小时候 看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个小精灵一样 今天我演的是什么 我穿的就是什么 你还给我们卖了一个关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轻声夺人 小朋友带着自己的拿手朗诵片幕 现场进行朗诵考验 如果获得的小红花少于十朵 小朋友将止步于此环节 嗨 大家好 我是枣子 我的味道很甜 味道甜真叫人喜欢 我红红的 但我全身皱巴巴的 有人说 我该涂点润肤霜 滋润滋润了 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肚里有货不在嘴上 一个水果的好坏不在于外表 而在于味道 我就是如此 不仅美味还很有营养 今天 挪夫刚跟我浇过水 我更红更大更甜了 但是 当嫂子有时候并不那么好玩 上次有人把我扔进火锅里 惹得我都变味了 谢谢大家 我的表演完毕 谢谢西月 真棒 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 没错呀 这首诗就是我自己写的 那你为什么要写枣子呢 你们一看我这个身材就知道 我这个人喜欢吃一切美味的东西 枣子很甜 所以我选择了这首诗来写 但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减肥啊 瘦下来 每一个胖子都有想瘦下来的心 我也如此 你有瘦下来过吗 想知道我怎么瘦下来的 先知道我怎么胖子 一开始六岁的时候 我才七十多斤 但是过了一个新年之后 我去了姥姥家 而且因为疫情 我在姥姥家大鱼大肉的 然后我就慢慢地变胖了 你其实不算特别胖 你是稍圆 微胖型的 你没事不要有那么大心理压力 我好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我自我多情 我是起人忧天 我特别可爱 特别能聊 他非常喜庆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得看看 这第一关 你究竟能不能闯得过 我们请现场的四位点评老师 为西月第一环节的表现 来送小红花 有请 不管是晋级还是没有晋级 得没得到小红花 我都会以笑容来面对 十三朵 恭喜你 第一关成功闯过 而且还是个不错的成绩 十三朵小红花 今天为什么让你过关呢 你是个小才子 又会写 还会送 还会演 还有亲和力 最后一点最重要 和张老师长得一样的小眼睛 是吧 小眼聚光 对 种种有神 所以让你顺利通过 长青哥哥为什么给你三朵小红花呢 因为就是你身上这份独特的魅力 你先说一下 我看你都好像很了解自己 你觉得你有什么不足 有一个部分 其实呢 我有地方觉得不太好 哪里 哪不太好 就是呢 我好像觉得呢 我自己还是不够自然 你已经很自然了 我跟你说 我们都没有你自然 没有你真实 我在想他如果是一个枣子 给一个品牌 就跟他这样起面 叫开口笑 说得太好了 以后我理想改了 我就当个卖枣子的吧 卖开口笑枣子吧 我觉得是太期待你接下来的表演 是 接下来让舞台交给我和我的妈妈 请上妈妈 是吧 好 那么掌声有请小月月的妈妈 好 大家好 我是正希小朋友的妈妈 你好 你好 你刚刚看到儿子现场的表现了吗 看到了 你也开口笑 你觉得怎么样 他今天表现 我还是很满意的 对 我觉得他展现了 他自己的一个自信 乐观的一个状态 在这个舞台上 您觉得儿子表现得好 还是一会儿您表现得好呢 用我儿子的话说 我们更有切丘 看你把这基因传下来的 这母子二人都特别的自信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 交给两位 但是跟自由伤下来的 先后判断 就跟着了 你作为了 对 我现在绝对你 也想想利用 你 我身边 这个 垂地 不是 好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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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有你 感恩有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都不会强制她 去给她限定很多 我想要理想中的一些书籍 给她去看 然后呢 我觉得她的这种幽默 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身体里的 这种快乐激发出来的 所以你看既继承了妈妈幽默的基因 而且妈妈整个咱们家庭里面都有着幽默的土壤 对吧 对 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吗 我曾经做过一本书 叫做 我家是个动物园 我家是个动物园 在这本书里我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杀手兔 我的妈妈在书里叫西西女士 她呢是一只既聪明又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做的特别周到的伤齿龙 虽然她已经灭绝了 现在 你是要把妈妈永久删除吗 不对 但现在还幸存一只 还有我的爸爸大正先生 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有点不信 在书中它是一只极其缓慢的树篮 这个疯狂动物城里面闪电那样 对 还有我的姥姥是胖胖太太 在书中它是一只超级可爱的大熊猫 但是它也很勤劳 喜欢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 我们都住在它家开的酒店一样 包吃包住 而且还是五星级的 最后一个是老爷 老爷在书里叫做刀刀大爷 他是一个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而且学识渊博的麻雀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动物园 不用带钱 也不用买票 而且一到家就复兴照 你看都会说话 那如果我们要去你家做客的话 行不行 你欢迎吗 可以啊 我们想吃什么 你都会给我们准备是不是 对 有要求 什么要求 你们想吃东西必须得打对我的两个脑筋吉兆弯 那就来考我们四位老师吧 来 马过来 请听第一题 巧克力和鸡蛋打架 巧克力赢了 打一种食物 就是鸡蛋味的巧克力也是啥 蛋糕 我直接有点接近 鸡蛋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酱 也不对 鸡蛋 这样吧 你告诉我们第一题 我们好好的 我们知道一个方向 这个食物呢 也是跟巧克力有关的 只不过呢 是把它插在签子上 巧克力棒 没错 对 他们两个打架 赢了巧克力 棒 你真的很棒 我们知道这个逻辑了 对 而且琴琴 第二题 第二道题 他们俩又打架 巧克力还赢了 巧克力棒棒 是吗 是吗 哦 巧克力 我对 巧克力真棒 也不对 这个跟鸡蛋有关 跟鸡蛋有关 鸡蛋酥 又对了 真的吗 对了 真的假的 鸡蛋输了吗 就输了吗 鸡蛋酥 谐音是吗 对 你这样帮鸡蛋孩子 那看来 谁要打到 看来我有这个资格 向你们家 去吧 参观 答不出也没关系 我也请你们 真大气 你看 还是很大气 那就更要给小红花了 对 那再用你的聪明材质 猜一下 长青哥哥会给你几多小红花呢 我对自己好像挺有自信的 你可以再自信一点 把好像两个字去掉 起码是三四朵 三四朵是不是 那好 告诉你 我给你几朵 是 四朵 四朵 猜对了 真的我猜对了 送给你 五朵小红花 谢谢 有这样一个儿子 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要给你 五朵小红花 张老师 必须送给你 这么多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 今天的一共获得了十九朵 就差一朵了 你太厉害了 你现在不仅是选手 那你继续吧 我先把我弄下去了 你还是导演 你看小月月 你上来不是说 自己是一颗枣吗 我觉得呀 你是一颗金丝枣 咬你一口之后呢 就能够感受到 你那颗金子一样的心 和你小小的智慧 谢谢小月月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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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大家再见 一步走 好 今天我们的少年朗读者 都已经朗诵完毕 关注本节目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